一分钟带你了解古人如何在秤杆上刻出精准刻度 视频末彩蛋会有一个和杆秤有历史渊源的小秘密哦 不得做个记录 是一个50克的砝码 放进去 要在这边找平衡 然后我把它记录下来 就剩下最后一步了 我们要把它这个中间这个刻度都标注出来 这时候等平均等分就可以了 均分5份 4公分的1份 0 10 20 30 40 50 我们现在来试一试看它准不准 这是个20克的砝码 把它放进来 20克非常准 两个20克的砝码是40克 40克应该在这个位置也非常准 我们来秤称这个胶半有多重 用我们的杆秤 好的 我们看这个位置大概是多少啊 10克 20克 26克左右 古代中国把杆秤的秤盘称之为权 秤杆称之为横 合在一起 就是权横的意思 权横这个词就这么来的 欢迎点赞 评论 关注 谢谢观看